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在通理琴音樂製作的 我是做賣樂器 對 凡事不是影響我們平時 創作音樂的原動力的話 其實做什麼都沒有所謂 我聽過他們說其實校園很重要 因為學生就是 我很想把音樂文化帶給學生 希望在學生的層面扎根 其實這個選擇是沒錯的 因為去到最後我們是想 不是單止想影響人去聽我們的音樂 我們是想影響人去玩音樂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認為成功其實不在於你自己去到最頂 是怎樣去令到身邊的人跟你一起 你大家認為最頂的位置 其實這個世界沒有最頂的 永遠都會一山歸一山高 那怎樣去幫助 或者不要幫助一起去走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們不是沒有遇過挫折 而是我們中間的困難 都是循序漸進的讓我們去走 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自己都要 這麼介意自己犯錯 其實我們犯錯的次數是很多的 包括在現場Live的演出 其實我們早期是經常都犯錯的 到現在你們可能覺得 我們的Live Show是 可能是好看一點的 其實某程度上 那個好看一點 怎樣形成到好看一點 是因為經過差不多有100至200次的失敗 才可以做到好看一點的 都希望大家不要怕自己的犯錯 因為其實每一次的犯錯 都是你自己邁向那個所謂成功的基石 那在香港現在這個社會環境之下 那年輕人有兩種態度 可能就是我現在要很積極了 因為其實政府都幫不了我 第二就是可能我很消極 其實一輩子都買不到樓 其實我想知道你們TENT TO 是向消極方面 還是你們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我60年代的男人是說 買樓是沒有出息的 因為是拿現金 即是他有錢應該是做生意的 然後他說 譬如你媽媽那一代才會 叫你買樓 你要紮巾 那我想一下挺適合的 那時候這個年代 那些男人 那些人說買樓是不出息的 那他也能生存的 那我應該是我也可以吧 通常都是這樣 買一個八甲轉 十年一個轉 對嗎?我覺得對 這裡人少少 逐一點說 可能有我們的出現 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一個不小心的 對吧? 哪有得你規劃這麼多 買樓又是誰定的 為什麼一定要買樓就是成功的 即是我有錢我也不會買樓 那不值得 你會做什麼呢? 我真的做生意 買兩間樓 做生意 有一句說話很重要 我們經常都要記住的 就是 其實我們不要說明天 明天很遠 我們先說一下現在 可能夢想 真的是一樣很抽象的 那我們 怎樣去實現 就是你不停堅持 即是不要做成一樣 只是口說的 我覺得是繼續做 繼續做 還有不要死 然後 Zither Harp